各位好 現在我要進行的是Samba的爵士鼓教學 今天這支影片要說明的是大鼓跟Hi-Hat的踩法 畫面上你會看到大鼓跟Hi-Hat放得很近 那平常我們演奏的時候 左腳右腳會再分得開一點 中間會放一個小鼓 今天這個課程開始之前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搜尋一下我的頻道 裡面有一支影片關於Sudo的教學 Sudo是Samba這種樂風裡面 常常用到的樂器 那跟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大鼓的踩法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現在直接進行 首先在四拍子的架構裡面 你要能夠穩定的算出1 2 3 4 並且在接下來的演奏當中 你並不會因為你的動作而使你的算拍子忽快忽慢 大鼓會踩在每拍四連音的第一個時間點 跟第四個時間點 我可以這樣算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在每個拍子的數字跟r的那個時間點 踩大鼓 所以踩起來會是這樣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再一次喔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這個踩大鼓的動作 你可以適度的運用雙擊的動作 就是一個抬腿的動作會有兩下大鼓的聲音 就是速度快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可以這樣踩 那如果速度很慢的時候 其實你不一定要勉強自己用雙擊 慢到一個tempo之下的時候 你要用雙擊其實反而比較難 不如就抬腿踩兩次就可以了 練得順了以後就試著把左腳踩進來 畫面上你會看到我左腳的踏板 會踩hi-hat hi-hat的時間點會踩在 每組四連音的第三個時間點 所以它的聲音會是這樣的 會是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在這裡不特別的強制 要使用哪一種左腳的踩法 只要你可以準確的踩到 每拍的第三個時間點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要把兩腳的動作組合在一起 每組四連音裡面 第一個點是大鼓 第二個點沒有踩 第三個點是hi-hat 第四個點又是大鼓 踩起來會是這樣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連續踩的話你會發現 第四拍的第四個點 會跟下個循環� 第一拍的第一個點連接在一起 所以聽起來會是這樣子的 1 2 2、3、E、N、R、4 基本上這個就是Samba節奏的大鼓的Pattern 等一下我們要繼續講一個比較進階的 比較細膩的一些聲音 在那之前請你把動作練習到非常的熟練 再來是更進一步的大鼓的Samba節奏 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在第二拍跟第四拍的時間點 不要壓緊大鼓的鼓皮 讓大鼓的聲音比較多的延長音 你可以聽聽看喔 比較多延長音的大鼓聲音是這樣子的 現在我要做一個比對聽聽看 踩緊大鼓 然後放鬆大鼓的鼓皮 如果有看過我的Zulo影片的人 應該就會記得這個感覺 在第一拍悶音 第二拍是放開的聲音 第三拍悶音 第四拍又是放開的聲音 我再做一次 接下來套用在腳的節奏裡面 所以是 1-E-N-R 2-E-N-R 3-E-N-R 4-E-N-R 你會注意到第二拍跟第四拍的時候 我的Beater 就是大鼓的鼓槌 在敲擊到鼓皮之後 會自然的反彈開來 會創造一個比較多的延長音的感覺 這樣子的演奏出來的風味 更接近傳統的Samba的感覺 不過在爵士鼓上面演奏 本來就是以非Samba的傳統樂器 來演奏這種節奏 甚至很多時候 我們是將這個節奏 引用到Fusion 或者是其他的樂風裡面 甚至流行音樂裡面 去做應用 也因此在音色上面 不用太執著於 跟傳統音色非常的像 如果你可以控制得來 當然不錯 如果你覺得有一點困難 按照原本的這個 每個音都踩緊的打法 也是可以的 我現在再來示範一次 在第二拍跟第四拍稍微放開 1 2 1 2 3 4 最後我要再補充做一個說明 我們需要知道的就是說 我們是以西方古典音樂的 算拍子的這些架構去分析 這些傳統音樂 整理起來 記錄下來 系統化 比較容易被非這種傳統文化的 學習者理解 並且能夠演奏上手 但是對於這些演奏傳統樂器的 當地文化的演奏者來講 有的時候他們更多是以聆聽 並且實際加入演奏 來學習這些節奏 所以他們並不真的去算 1 2 3 4 就像是跟著自己的師父 跟著自己家族的長輩 跟著朋友們一起玩這些節奏 玩久了自然而然的用身體去記住 用他的聽覺去記住這些聲音 聽起來是什麼感覺 所以這個聲音並不一定會是 1 4點 我說的是大鼓 並不一定真的要踩在1 4點 你也可以這麼想 真正的散把節奏 是有一點in between feel 更趨近三連音感覺的1 3點 也是可以的喔 所以說你的1 4點 第4點的大鼓 如果提前一點點的話 提前一點點出現 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不同的演奏者大鼓的這個pattern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是可以理解的 但基本上我們會盡量 讓你自己的演奏形式穩定下來 如果你每拍的後面那一個點 是稍微有一點點提前 那你就需要練到穩定的提前的量 你不要有時候提早了 有時候又晚了一點 這樣聽起來就不穩定了 你不能夠說這是in between 那是踩不穩 那是節奏有一點飄 如果你每一拍大鼓的鼓點 往前挪一點點的提早一點點的那個時間量 都是很穩定很固定的話 那這就會成為你的節奏特色 聽覺上也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好聽 很有律動的感覺 今天大鼓的部分先介紹到這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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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